33.自由意志与冥想 人拥有自由意志 那自由意志只在人的程度之内运作 那是说 他的自由意志多少为时空的架构所局限 梦、进化与价值完成 塞斯曾说 内在宇宙有四大定律 第一个定律价值完成 第二个定律能量转换 第三个定律自发性 不论实相是以哪一种形式出现 所有的意识形成实相 都源自于意识的自发性 第四个定律耐久性 信念创造实相之后 实相不会昙花一现 瞬间消失 在物质世界里 实相有一定的耐久性 在启动内在创造力之前 我们要知晓 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 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创造方向 心灵中有着无量的内在讯息 人也有着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然而物质实际的运作原则是 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分 每一秒 人们都只能选择一种实相 来创造与经历 物质世界的经验是踏实而深入的 这样安排正是一切万有的巧妙设计 假使宇宙不是以如此的模式运作 而可以同时发展各种可能性 人们只怕会被分支踏来的讯息淹没 经验也可能像浮光略影一般 无法深入 可知内在是无限的 外在却是有限的 而若是要在内在无限的方向中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经验 人们就必须相信自己 有自由意志 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命经验 表面上看来 人们好似拥有做任何决定的自由 实情却非如此 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暗示 若使人们过度相信某些负面暗示 原本可以完全自由 任意选择的意志 就变得不再自由 创造的根本是冥想 一个内在自由的人 理当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冥想 然而世上有许多广为流传的想法 他们催眠了普罗大众 成为一种负面的集体冥想 人们往往无形中被暗示 也遗忘了自己有选择的自由 许多公共卫生宣传及商业广告 就常常创造不健康的集体冥想 好比人一旦年纪老化 眼睛 耳朵 膝盖 甚至全身功能都会不断退化 人们因此必须服用健康食品对抗老化 这样的广告在电视上24小时反复播放 很容易形成集体冥想 人们将相信自己年纪增长后必然会不健康 也必须预防这样的不健康 健康是一种冥想 不健康也是一种冥想 人们本有选择健康与不健康的自由 若是接受暗示 在不自觉中被催眠 而选择了不健康的想法 那就是交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人人都有自由意志 可以决定自己的冥想 若能去除负面冥想 冥想即更为有利 冥想之后必须既之以行动 真正的冥想就是行动 创造亦将由此展开 由此展开